濃昧的章语格 来我们看一下章语格平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章语格 章语格你愿意开门吗 不愿意 你不愿意是吗 不愿意是吗 那我们就硬了 我们已经成功进入了章语格的房间 现在颓废的章语格不想面对镜头了 我们现在刚一进门 我们从下角 发现了这一箱吃的 看平时那么瘦的章语格 其实他特别能吃 我主要看到了各种成员的生血 被随意的放在了这堆吃的里 是想要抬高自己的 好多 为什么是这样这么多人 怎么这么多 怎么这么多 没想到章语格也是一个 人生的热情粉丝 收了这么多的生血 来 我们要打开衣柜了 这是章语格的衣柜 章语格的衣柜 还不错 来 哇 钓牌 钓牌还没挂呢 这好像很是章语格平时那种风俗 这种西米西 然后很龙可爱的小学生 这种小衣服 诶 章语格的小包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哇 这个重镜宝好厉害 比较重 看来章语格是一个小小小小小 对 还有 香水 这是香水吗 怎么会 章语格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润发筋 有会随身带在包里面 为什么 不是 没有看到吗 这是章语格 好不好 我不喜欢我 我 一个章语格娃娃 而且章语格的房间里面 真的有好多章鱼 这边有个粉色的章鱼 那边有一个深粉色的章鱼 各种章鱼 章鱼哥 来吧 来说一下 那么美 就自信就好 小家伙还是挺有心机的 我看他挺装眼皮什么的 是有准备好吗 昨天晚上 你看这小孩子过的 真的就是个小朋友 化妆都没卸干净 我没有见过这些 我就劝你 你乖乖地跟进口打招呼 咱就会有话好说 要不你没好地方 外面站着200个人呢 对 带兄弟来的 外面站满了 其实你们在隔壁的时候 然后我听到声音 但是我有准备一样东西 有一大阵 当然 大家可以马上刻 但是你们两个看到 那我肯定知道是什么了 你不用写了 来来来 这就是对主持人的挑衅 这就是挑衅 这就是要兄弟出来 来 这要派特写 兄弟们 兄弟们 你说看 我们做这期节目也真不容易 人家直接一个 被无数人咒骂 是 被我们接下去的生活 不知道怎么过来 我们真的会有过来的 来 好了 你是非得想让我们 把你的房间翻个九周天 是是是 来 我们要进厕所了 哈哈哈 算了算了 放过你吧 啊 我们要突击下一位了 啊 这个辛苦了啊 谢谢 谢谢 耶 拜拜